那段青花似水流年 期待着她 流星光过天边 那片晚霞 笑容就像极一嘴 伯爷 是 伯爷想吃什么蘸料 爱吃不吃 蘸料 莫非 这就是世子所言的火锅 没错 这是我爷爷他行军打仗的时候 激励三军的不二法门 吃火锅还可以激励三军 倒是头就不听说 这竟然还有伯爷不知道的 让郡主见笑了 不知可否介绍写这火锅的妙处 我爷爷呢把鸳鸯锅改成九宫阁了 所以呢有九种口味 麻辣的 清汤的 酸汤的 军菇 西红柿 腊排骨 猪手 猪肚鸡 西域特色锅 不知哪种口味郡主最喜欢呢 麻辣的 跟西域的 花朵 折嘴 伯爷挺有眼光啊 这是石大人刚打来的炙鸡肉 特别好吃 这竟是炙鸡肉啊 实在是太过残忍了 再起还是不吃了 你不吃我吃 来来来 来 尝尝这个 这个肉好 来 这块 小石大人打的鹿肉 特别新鲜 这石 实在是有些残忍 还是狮子吃吧 山羊肉 吃块山羊肉 这走行了吧 对对对 石大人送的这山羊肉啊 堪称一绝 画画 伯爷 尝尝这个 田鸡肉 是家常食物 请随意吃 吃啊 好 娘 这石大人可真是细心哪 摄中的都是我爱吃的东西 在下疏忽了 方才想起 今日随车上去祈福 正值摘剑起 不知可否有些素材 小孩也有 小孩也有 素材 行 好 吃吃吧 够了吗 太够了 没什么事 我 一会儿 吃飞 这些 有事 去吃飞 你吃飞 不吃飞 你吃飞 你吃飞 做饭 你吃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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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当初是自签 对不对 郡主 我吃饱了 华华 华华 华华你听我说呀华华 说什么说 竟说些疯话 真是 代我去跟她解释清楚 快去 对 快去 我支持你 快 郡主 郡主 你听我说 你还想说什么 伯爷还想怎么拐着弯骂我 还嫌我不够丢人是吧 在下从没骂过郡主 也从没想过让郡主丢人 好 那伯爷什么名声 我斑话什么名声 大爷第一君子说高攀不起我 无非就是觉得我配不上你们 那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你不必这么虚伪 对 郡主如此理解 那便是误会在下了 在下所言高攀不起 乃是誓言 知道这新鲜了 那伯爷不妨说说吧 怎么高攀不起我 郡主 超然出师的容颜 豁达率身的性子 抵制其了荣荣的家庭 这些于荣某来说 都是难得拥有的珍贵 每每一见到郡主 我都忍不住想要靠近 却又迟疑 因为荣某 荣某没有自信 能够给郡主带来更多更好的将来 是以当圣上问我是否新鲜郡主的时候 才会谈言高攀不起 看见没 老天都听不下去了 八华 那你自己又如何呢 你这么轻易就与十进四定了终生 又为何让我在圣战面前所说的话 谁和十进四定终生了 我名称是不好 可我也不至于那么随便吧 她用白布包好死君 死路给你 你也都接受了 而且今日还值得如此开心 郡主好生奇观 你若真心在乎我对你的心意 又为何会接受他人的心意 你在说什么呀 郡主可真会说笑 也有死君 白毛包痴 有女怀春 及时幼稚 林有朴素 也有死路 白毛吞书 有女如玉 书儿退退喜 不汗我睡喜 无始忙也飞 我直说吧 郡主受了十进的令我 还不敢承认吗 郡主可是把诗中所写的 全都经历了 还是吗 什么什么 有女怀春 及时幼稚 容霞 你觉得我懂这些吗 伯爷可真是太了解我了 好 那如某再问 那如我好心赠你白狐皮 可你却一心只想着十进的伤 连看到未曾看我一眼 你还不顾自己的名价 直接闯进人家卧房去送药 送药也就罢了 你还亲手给他上药 郡主 你又将荣某置于何地 你派人跟踪我 你莫过所欲而言他 郡主 荣某今日 只想问你 你为何要这样做 我 你这是简直莫名其妙 那时今替我裂白狐受了伤 我素要是人之常情 我不过是吃了几口 他打得野鹿至鸡 却被你这么屈解 明明这一切 都是你自己画画肠子弯弯绕 不知道在想什么 算了 没什么好说的 是爱悄悄在心底发芽 梦中留不住那段情愫 似水流年 期待着她 流星光过天边那片晚霞 笑容就像记忆中那幅画 摘下一朵用不掉写的文化 送给梦里遇见的她 当初见的风华 想时间会回答是岁月的她 那个她 爱着她 散落大发 叹念几末的春山 当 寂寞的浮华 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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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牵挂 爱着她 爱着她 随即的冰夜 四季繁华 风中长花 给一生牵挂 爱着她 爱着她 也许只愿 陪你看似极繁华 风中长花